好 没事吧 今天的任务呢 是给新酒做芋条 我会去酒庄挑选新的圆酒 你到冬产区 去记录一下品种和产量吧 冬产区的葡萄已经收割完了 虽然我不是专业的 但是这款酒 不是要感受恋爱的滋味 重新调试吗 你一个人调算数吗 你打我干嘛 我打的是蚊子 你是关心我 许总 我提醒你啊 咱们俩现在呢 就是纯洁的甲乙方关系 请你摆证自己的心态 你笑什么呀 你叽叽喳喳的 像个小鸟一样 你才像个傻子呢 我不知道像这样的时间 还能有多少 但是我很开心 你看啊 风景真的 要是永远能停在这一刻 该多好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吧 秦媚 主要是因为有一个 可以分享的人 我的意思是 我和我第一个喜欢的女孩子 就是在这里看的风景 我很后悔 没有带她去看更美的风景 第一个喜欢的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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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初恋 你还有初恋呢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我之前怎么没有听你提起过呀 说起来 还蛮怀念的 那你在这儿慢慢怀念吧 我走了 真的 又干嘛 你不是要在这儿怀念你的初恋吗 我腿蛮 你初恋是个什么样的人 什么 没听清算了 还说什么感受恋爱的词汇 还说什么感受恋爱的词汇 两个人一起做一瓶新的酒 根本就是狗屁 你在想什么呢 回家 陆芬芬芬 我有话想对你说 有时候我在想 我到底喜欢你什么 是你的吻吗 不是 我觉得我真正喜欢你的 是和你在一起的每时每刻 你知道吗 人们常说一百分是满分 但是你在我心里 你比一百分还珍贵 别回头 听我说完 你曾经向我走进来一步 我答应过 接下来的九十九步 都由我来做完 你以为在比微信部数吗 从小到大 我的人生就像是建筑图纸 从来不会行差踏错 也不会有一毫米的误差 我以为这就是我的结局 完美的结局 但直到我遇到了你 陆菲菲 你就像出海是意外的风 让航船有了新的航向 也让我的人生有了新的航向 所以 既然你来到了我的世界 我就不会让你离开 你以为你告个白就可以当做什么事情 都没有发生过吗 许明辰 这就是你所谓的谈个恋爱 然后搞定资方的方法吧 还有 这么好听的话 你跟你初恋也说过吧 我是真心的 真心 要是第一次 我可能还真相信了 但是现在我太了解你的套路了 像许总这么懂得利用感情和人心的人 怎么会做没有回报的事情呢 你那么生气 肯定不会和我好好说话 所以我想趁现在 多和你说几句 以后怕没有机会了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不知道 但是我想珍惜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 我没空跟你在这儿煽情 我要回公司了 没事吧 还满意啊 还疼吗 要不然我送你去医院吧 我没事 其实我懂吻 被我真正的含义了 什么 不管是酸涩还是甜美 都是爱情本身 有时候人们生活得太辛苦 就会想得到甜甜的爱 可是没有酸涩苦辣 就不会有真正的甜 缺少了任何一种滋味的爱 都不是完整的爱 其实我也在想 单从酒品来说 没有必要做单一的取舍的 可以以恋爱不同的阶段来命名 每个阶段不同 酒品的口味也不一样 分手是酸涩的 复合呢是酸中带甜 如果两个人结婚了 婚姻就是果实 味道应该是成熟的 包容的 还有甜美的 包容的 这么说 吻子应该有个系列 客人在体验爱情不同的阶段时 可以喝到不同的吻子 是的 我要去开瓶酒庆祝一下 我 还是我去吧 来 你 是 我 这 你 是 你 不对啊 他现在怎么这么虚弱呢